OK 接下来是一场大热门之战了 来自于世界冠军 虎鸟 对战英国的安丽博克 只有17岁的红衣少年来自英国 黑色T726岁的 来自于中东 来自于阿联酋 诺鸟今天看来是有这个感冒 穿上了连体装 戴上自己的放球帽 英国17岁的小伙子 号称是天台少年 谁能够笑到最后 OK 比赛开始了 左边是大热门 怒鸟 但是怒鸟目前 昨天的比赛 表现状态不是还好 几分垫底 他现在用肯来打 安丽博克的DJ 安丽博克没有选择龙 因为毕竟龙的性能相距 叫DJ还是差了一点的 作为世界最强肯的怒鸟 啊 死误了 怎么怒鸟这个状态 还是没恢复正常吗 这个柴头被骗 我的天哪 英国17岁的天台小伙子 安丽博克 先拿下低灯了 协亮了 弄掉今天的事务好多 其实昨天事务也不少了 起身堵了一个OD升龙 虎卫生龙拳打完之后 重拳抢招 好的 容易脚踢 板面的压制没有形成啊 好 跳入吗 没有选择压制 而出攻击而选择普通头 两个头 再来一个 然后地方后后 对方的后后没有骗到怒鸟 怒鸟下盘再次被敌方摸到了 好了 前进后后再次加逆向起 这个跳逆也真的是给了怒鸟一个帮助啊 好了 继续来看 接下来比赛的信心了 虽然说出现有点难 但是还是要不抛弃不放弃的好 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这个DJ也不说不能赢 后后 片 想晃拆的 这是鹿鸟没有选择投机啊 时间对鹿鸟跟艾尼沃克都有机会 鹿鸟现在已经成功把对方打到弹雪 哎呀 完美 拿到第一分了 加油鹿鸟 嗯 鹿鸟拿到第一分 OK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这场比赛呢 鹿鸟现在角度积分垫底 他要保证在接下来比赛当中全胜 而且要保证要全部剃头啊 全部2比0这种比赛成绩 才有可能 而且还要看对手啊 前面积分排名靠前的成绩 不利的情况下 还有机会 比如说理论上鹿鸟是可以消毒出现的 登鼻子上脸一次 鹿鸟的体力现在已经被对方削弱半血还要多 他现在选择起了但是什么都不操作 好了 这个龙卫角被对方惊防了 马上带入蹦放 消耗龙的体力 龙这边跳逆成功 直接再打一个欧阴斯龙 哎呦 坏了 没了 这一次 Andy Walker抢到了宝贵的机会 拿到了一招 鹿鸟急需要这场比赛胜利 不要让对方打分 这是鹿鸟的 接下来比赛的核心的目标 就是要2比0 2比0 2比0 嗯嗯嗯 好 又一个擦和下段偷袭 那现在鹿鸟又挨揍了 地面三气超杀了吧 真的是上三气了 Andy Walker决定要弄死他 来吧 大哥 真的不好意思啊 一百万美金 我也想要啊 冠军一百万美金的比赛 哦 这个三气 角色 打的阶级是十一点都没有浪费掉 好吧 前程斗气蹦发 结果到底是17岁啊 反应能力就是这么快 第一时间他也斗气蹦发 结果弄鸟被地方拿到一分了 坏了 弄鸟出现的机率越来越低了 他能够 拿下这场比赛吗 双方打到了S局了 弄鸟在这次比赛真的是废了吗 看已经被 被 大家都琢磨透了 都开 都开发 死死了 哎哎哎哎你跳 跳我就生 哦 留给 怒鸟的时间不多了 曾经的世界最强坑 其实现在也是世界最强坑 我一直觉得他的坑 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强坑了 但是坑这个角色的套路 我现在已经被大家都琢磨得差不多 哎呦这个蹦放 但是地方虽然反蹦了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也已经来不及了 他的判定优先于对方的判定了 那么现在怒鸟拿到了赛点 小伙子不要挣扎了 让大哥赢一把吧 大哥现在排名垫底啊 对对太丢人了 面子上有点不好看 毕竟我是世界冠军的 诶嘿嘿 哦OK 怒鸟是拿了EU的世界冠军 G86世界冠军 哇缩防 怒鸟这个投机真的很体现 他的反应在线能力 还有一个C的机会 但怒鸟的先走起还没回满 DJ现在在角落里 只能飞个放手 又是个金房 皮康带走了 那么安迪沃克也拿到赛点 嗨刺激了 好想尿尿 好了那现在比赛 我们来看看双方 到底谁能笑到最后泡门 这个下中天强到了机会 一波带走了 怒鸟 怒鸟 被对方拆头 英国小伙子还在努力 大哥我还不想死啊 给我个机会可以吗 他有个C啊 到了斩杀线了 啊又是一波相杂 跳入吗 农家加油 我相信你是可以的 斗气回来 爱点王 没有斗气了 农家机会来了 切胜龙后地 高熊鸟顶住了巨子的压力 击败了英国的17岁红衣少年 Ending Walker 拿下了他的小菜第一场子胜利 小伙子被打得有点迷茫了 我可以赢的本来 这次是他第一场子胜利 Ending Walker Street Fighter 6